张艺兴主动Z杨子的剧《余生请多之教》 这是啥梦幻联动啊 该说不说发生在张艺兴与杨子身上的事情 有很多都还挺巧的 比如两人首先是莫名其妙地传起了绯闻 其次是杨子戴着同款睡衣 千里迢迢来到了艺兴所在的蘑菇屋澄清绯闻 澄清却如同澄清了 在综艺向往的生活里 张艺兴杨子两人结断去火房倒茶 途中杨子直接吐槽张艺兴是不是有点败家子了 跟演电影似的一直带着一股惊儿 张艺兴听到杨子的问题一时没转过弯而来 待在原地似乎心里在想着 这女孩咋个这么职求 艺兴反应过来之后才愣愣地解释说 这是我生活常态在家也这样跟父母也这样 画个重点这俩其实没怎么熟的 怎么杨子就敢直接吐槽艺兴呢 而艺兴也是总想为自己解释些什么 有点匪夷所思哦 而且有意思的是杨子与张艺兴不用干嘛 光是做着就甜度爆表了 本来大家齐聚一堂 喝酒老师喝茶 黄磊老师看书 画面一度安静美好 可杨子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模仿起了张艺兴的神态 模仿完还忍尽不禁地大笑起来 在众人一脸疑惑的目光中 杨子说了一句张艺兴挺逗的 这话听得张艺兴开始猛见 这个时候有谁注意到其他嘉宾的小表情啦 谭玉畅的反应简直就是在当面吃瓜 黄磊则直接放下书本 用一股原地结婚的眼神砍张艺兴 骂编的杨子还在找补 解释是因为刚刚在屋里发生的事情 本来杨子要给张艺兴倒点茶 张艺兴却整个人呆呆的站着 凹来凹去的跟演电影似的 该书不说 自媚的反射狐还挺长的 这都哪个猴年马月的事儿了 突然这么一提 别说大家要忙了 就连艺兴都挺猛圈 可能热场小天后杨子 在蘑菇屋只关注张艺兴身上的点了吧 还有一次 杨子张艺兴一行人看到了当日的福利礼包 试验赌钱套餐 瞬间就两眼放光 咽了咽口水 但是工作人员说 要回答指定的问题才可以获得 这个问题就是要说出 四个从小说改变成电视剧的作品 而且还得是亲自出演过的才行 杨子下意识的就说出了自己的新剧青钻型 而旁边的张艺兴也不甘示弱 也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回答了杨子的作品 余生请多指教 好家伙 这是梦幻联灯吧 众所周知 小绵羊张艺兴从不好及八卦 玩具内人故事的游戏 张艺兴从未赢过 对于娱乐圈的知识含量极低 那么他又是怎么了解到这部剧的呢 莫非张艺兴私底下已追剧吗 可是这部剧里的杨子与肖战组成的余生夫妇 可是甜得让观众朋友们都恨不得把电视机深吞了 或许艺兴只是关注着绯闻女友的新作品 仅此而已吧 谢谢观看